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台北股市反攻氣勢 來了萬三只差零門一腳尖 最多漲到12954 盤中指數最多的漲點是大漲了225點 中場市上漲197點收在12926 成交量還是有點不太夠 1753億元 半導體建設領軍反彈的工程 如果說半導體穩了 IC設計穩了 我們可以迎來像樣的反彈嗎 海基電澄清性一發 滿有效的 今天市值返回十兆元大關 聯發科今天法說會 聯電法說會後 降資本支出反而利空出境 今天大漲了3% 微影公道的亮燈漲停板 今天台北股市站上了 五日線跟十日線周K 明天周一天希望能夠拼中指連 我想問一下趙麗老師 從美國股市或歐洲股市來看 感覺短線上面短多的訊號 滿確立的 台北股市到前幾天還在破底 今天大長你認為 有沒有機會跟上美國股市 歐洲股市反攻 向上指紋的動力呢 對 沒錯 前幾天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在全球股市的部分 已經開始呈現反彈 台股的部分 其實在前兩天還破底 我覺得那太扯了 有時候短線上會有落後 異常那個沒什麼態度 終究它還是會跟回來 所以台股現在還是落後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來講的話 其實會相對上來講比較強 好 那我們看匯率的部分 這個都之前跟大家 大家有沒有發現破景線 破景線不彈 彈也不太 除非把它上來 可是我覺得這個難度很高 等一下 所以你看一下它的形態 這是大家最擔心的美元 你有沒有發現 最高點是在大概又半個月前 當你那時候最恐慌的時候 然後之後又怎樣 美元 結果它在回檔修正了 你看道瓊 這種形態你看一下對不對 英鎊 你有沒有發現 WD往上的英鎊是升值 英鎊也是被人家罵到湊頭 結果也是一樣 你看英國股市 日元的部分來講的話 都傳出日本央行 有出來干預會市 對不對 對 你看一下 對不對 最近來講也出現 日股更早見到低點 好 下一頁 我們再看一下 人民幣的部分 你看這種長黑黑棒 你不覺得這個一定有問題嗎 就是要把它打下來的感覺 那當然這個地方沒台 可是重點是它沒破底 韓國股市的部分 也都比我們早上來 那韓環的部分也慢慢的重 新台幣你有沒有發現 前兩天 這兩天已經開始在升值 對 只扁回升 所以假如說 其實有時候我會認為 其實頭部認為 你有時候看新台幣 當那時候新台幣在扁 股票在跌的時候 當那新台幣扁了 可這兩天新台幣升值了 你為什麼還不買呢 對不對 我相信今天 昨天你看 農資還是減了10億 再前一天還是減10億 我相信昨天或今天 尤其今天 應該又有很多人放空 我會真的建議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 其實這個地方 你真的要用正向 偏多的來市場 因為你看台股這種位置點 那好 我們再看一下 你比如說像今天排面上 2409的尤達 我們看他的所謂的分時走勢 2409的尤達 對 分時走勢 分時走勢 我們看一下 今天這次 分手 你聽不懂 最癌式的 結果你看翻到 最癌式的 衰退喔 對啊 有沒有 股票我跟你講反應位 因為跌幅收斂 因為電視的報價 已經在反彈了 最癌式又怎樣 最癌式 最癌式咧 還是 最癌 那個是過去 是第三季的最癌式 你看他第二季賠 第三季賠更多 賠不知道 20年單季的最多吧 那是過去 就讓你也知道 股票是反應未來 結果很多人有可能 搞不好設備要砍完 當然我不是說 他會持續性的大漲 而是說 你有沒有發現 感覺已經不一樣了 2303的聯電 你看一下 2303的聯電 今天也說資本資訊 要砍16%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在今天他還沒公布之前 昨天法術也沒公布 那你在前一個月的時候 你預測不到嗎 你當然也知道 一定砍資本資出 就像這個 沒有什麼 這個只是他把 所以跟你講出來 所以 這個是過去的東西 所以你看一下聯電 也是相當 那你看今天的大盤 我們再看 今天的分時走勢 看一下大盤的分時走勢 因為我覺得 其實分時走勢 你看一下大盤 今天的部分 你看一下 大盤今天的走勢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為什麼股價就 之前 前幾天或前一陣子 這一大段時間 開高走勢 開高盤 就這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落後全球股市太多 因為我們的新台幣在升值了 因為我們的台積電 因為我們太多的股票 真的跌太深了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這個大盤 我覺得 應該是會往季線附近 來進行挑戰 好 有沒有辦法 往季線附近來進行挑戰 這個最重要的指標 要看台積電了 魏則家 前幾天體恤員工說 鼓勵員工休假 被大家放大解讀 我講得好慘 眼看這個情勢不對 他們台積電 昨天晚上又緊急澄清說 這個絕對沒有強迫休假 也沒有無薪假 大家不要誤會了 今年獲利不變 明年還是成長 台灣半導體地位非常難撼動 海外擴產計畫也都沒有變 印證了昨天我們經濟部長 王美花的說法 他說業績還是很好 休假是很正常的 那半導體真的會去台化嗎 大咖都出來講 不太可能 立基店說地緣政治下的 短暫議題也不用玩漏 文貌講訂單借單來看 短期沒有看到影響 金元店認為去台化 短期內根本就做不到 Semi的台灣總裁講 在產業中台灣的半導體 具有非常重要的關鍵地位 連電剛才趙立哥說了 這個砍資本支出 沒想到股價是不跌反漲 他也講了 第四季的出貨季減10% 毛利率40%到43% 第四季產業利用率是達到九成 並沒有蠻載 可是為什麼他會漲呢 博物長的理由是什麼 包含國際情勢方面 家中央行只升兩碼 在升起的風向球嗎 廢得可能會跟進嗎 美國十年期暫時率 跌破了4% 那美元指數剛才說 跌破110大關 台幣也回升了 昨天外資的淨多單 增到1.5萬口了 而且現貨也是買超喔 期限貨同步做多 沒漲的有沒有機會補回來呢 對 沒錯 我覺得會啦 我覺得其實股票就是這樣 當跌的時候 大家當然就會越恐慌 越擔心 那當然甚至把利空 更放大去解讀 所以導致成大家真的 所以你看 我跟大家報告 底部的時候往往利空很多 利空打不下去的時候 就是很大的利空打不下去 那基本上來講 大概就要談了 好 那你看一下 其實房價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講過對不對 那錢財在所謂的 美國的財政部長的部分 葉倫也說要買20年期的公債 有可能對不對 那甚至於美國前財產跳出來了 他說什麼 市場對通膨期限 過於悲觀 這一句你真的要再稍微 你真的要思考一下 你知道 他說之前大家的時候 對於所謂通膨的部分 費德的部分 在去年的時候 認為那個沒有什麼 那個沒有 通膨不會太嚴重 所以去年都沒升息 結果這一陣子升息完 所以去年大家太樂觀了 結果現在大家太過於恐慌了 你知道嗎 就是對於通脹 對於費德的升息又太恐慌 所以導致成現在的 古債是全部 會是全部的雙殺 三殺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叫大家 不要那麼恐慌好不好 那加拿大的部分 因為加拿大當然跟美國 也是兄弟對不對 好兄弟 對 那結果三馬變成兩馬 那其實 當然大家就會想說 那美國的部分是不是如同 之前傳聲筒 費德的一個傳聲筒對不對 那個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他說12月有可能會討論一下 那所以你看到 其實美元也走漏了 公債殖利率 美國公債也走漏了 其實這都是好現象 所以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對 好 所以就是說以這樣的情況 對 所以以這樣的情況 我們再看台股的指數 好 你看一下 台股真的落後太多 我覺得我之前跟大家講 這一波應該有機會像 你把它縮小 前一兩天我跟大家講 再縮小到七月份的時候 七月份這邊 那時候台股破底 那時候全球股市 大概在這邊就走穩了 台股還在破 因為在殺龍絲 結果台股 國際股市還是走穩 然後我們就簽 1500的反彈 往季線挑戰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這一次也是一樣 在這邊的時候 其實人家都已經上來了 結果我們還在破你知道嗎 我們還沒有信心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 應該有機會複製之前的一個模式 往季線來挑戰 好 有沒有機會複製之前七月份的反彈 走勢往季線來挑戰 那就先看幾個 有沒有辦法利空出盡的族群的反應 第一個是三星 三星第三季營業利益狂掉三成 估計一體景氣 明年底就會回升囉 好 那三星界有個大消息 是說他們的這個 副會長李在榮正式變成董事長了 那在老師前幾天在節目當中也提到 三星的股價照就領先台積電落敵反彈囉 那台積電有辦法還它一個公道嗎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記憶體的部分也是一樣 那當然以目前來講 我想大家有可能覺得就是說 其實庫存的高點應該是在第三季 那慢慢的跌幅會收斂 那明年的第三季有可能 合約價就會開始出現 所謂的止跌回升 可是大家要記得 合約價上來的時候 其實現貨價會提早上來 它有可能會提早一季 因為你現貨價一定要先上來 合約價才上來 所以假如預估合約價 有可能在明年的第三季 那有可能在今年的第二季 或第一季 早一點有可能第一季 報價就會開始 慢慢現貨價的一個反彈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記憶體的部分來講 這個地方不一定它會大噴 可是你說它要再破底的機會不大 它應該也會隨著盤面 而出現震盪反彈 那當然這當中的股票來講的話 當然有這些啦 大家可以去做參考 那好 為什麼要講三星 其實這一兩天我也跟大家講過 你看一下 三星目前的本益比 大概10.2倍 台積電本益比幾倍 也大概10倍 對不對 兩個本益比差不多 第二個來講的話 其實三星有什麼 它有記憶體 前一陣子很爛的記憶體 面板 手機 電 它的庫存還是滿高水位的 它有這些是風暴中心的產業 對 在前幾季 甚至在 居然反彈15.8% 居然已經彈了15.8% 最近這樣 哪裡台積電 HPC AI 5G 這在這裡不覺得這真的順寒嗎 所以我們抓15%就好 我們抓15% 你從370自己抓15% 對不對 你應該是有機會這邊 或者是季線 強一點 假如真的終極版 我覺得是有機會 像這個季線來進行挑戰 台積電產品組合比三星好 長不動的原因會不會是因為說 地緣政治風險 因為中國大陸跟美國互相競竹 美國要把這個 去中化當作首要目標 讓台灣的搶商也跟著受連累 但是包含這些大老闆都說 這不可能的事情 對 2330台積電我們再看一看 我們看一看台積電 我跟你講 一樣的邏輯 那時候打下來的時候 大家真的罵到翻 那時候我跟大家報告 那時候也是中美貿易戰 也是因為兩岸的議題 打到這邊 然後反彈上來到500塊 大家都閉嘴了 你知道嗎 突然這樣 這些護國神商好棒棒 你知道 現在又來了 又跌到這邊 大家又開始有的要吐口水了 你知道嗎 又把那些利空又解讀 擴大 然後這些去台化 搞得好像明天就會去台化的樣子 或你知道 就好像這個好像很快的樣子 我跟大家報告 你看這些大老闆都出來講 不可能 國外費的 國外不可能那麼快 要也是很久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真的沒有那麼的一個悲觀 光明星也特別講說 這可能性太低了 然後就打臉了這Intel CEO的說法 不可能的事情 沒錯 全世界會應付 產業鏈 我跟你講 產業鏈沒有那麼 台灣小小的 有那麼多 不管從上游 中游 下游 你一個國家要建設成這樣 很難 所以我的意思是不會那麼的快 好 那我們看到半導體 有機會慢慢的走穩的話 好 細菁元族群 到底可不可以脾氣太難 對 好 那你看 看他跡象 對 你看一下三五三三 這個我也跟大家講過 你有沒有發現三五三三的 台聖哥 有沒有整理完之後 其實也創這個地方的高點 我覺得這種股票會上去 因為半導體穩 這些股票都會上去 因為籌碼相對上來講很安定 那你看一下六四四八的 環球晶有沒有 六四八八環球晶 有沒有 這種也都抵不出來了 其實我跟你講 這種都真的 籌碼都非常安定 你看一個持有75% 一個持有50% 每一筆那麼的低 那記憶體也慢慢的好起來 這一些 我覺得這些都會上來 所以大家都值得 可以做波段的一個留意 好 那短線上面的反彈極限風 一棒接著一棒來走 前兩個禮拜是板卡 板卡股間還是有所表現 可是你連長了好多天了 有沒有可能下一個短線反彈的族群 會是這個Type-C跟快充相關的 概念股 對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會啦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跟大家講 今天是媒體寫說 蘋果跳出來說 沒辦法 他一定要用太平行 你這已經講很久 沒反應 其實我跟你講 股票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結果你看今天這些股票 都很快就成年了 對 我跟大家講 這個是產業的趨勢 因為快充Type-C 這一些都是產業上的趨勢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的 當然這一些的股票非常多 當然指標的部分 當然你比如說像創委的部分 當然也是指標 那偉權店 翔碩或者通交 我覺得其實像這種 你比如說像上午爸爸的通交也一樣 其實這種技術那麼厲害的 快充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只要這個地方 未來的趨勢慢慢的形成 因為大家現在 我跟你講 現在電子業大家都在清庫存 所以這一陣子 這幾個月大家其實都很慘烈 那只要整個庫存清完之後 你看上午爸爸的通交 這股價也真的是很便宜了 這個真的都很便宜 其實打成這樣你不覺得 我都覺得這種股票真的 要是真的衝上去的話 我覺得大家的買盤就會出來 那你像5269的一個 享受的部分也是一樣 對 我們看一下 5269的享受對不對 它已經連續 5269的一個享受的部分對不對 這個也打成這樣 我覺得這種高速傳輸的 昨天還在破底 對啊 其實這個都會有上來的一個機會 好 最後看一下大庫的心態怎麼看 高價股有一點慢慢的回溫的味道 對 好 來 高價股的部分 你看一下2454的聯發科 2454的聯發科 你看一下它的底部也在這邊 慢慢的一個起來了 好 慢慢起來 那當然了 首席不好大家也知道 可是我覺得這種股票 都應該有機會震盪走高 那3443的一個創意的部分 你看一下 創意的股價也慢慢的一個走穩 那其實這當中來講 當然上午29的力望 今天股價也很強 那你看一下他們的跌幅 我覺得你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ASEKY的部分 第一個 它的跌幅 我們看一下它的 6781的線型 因為它的跌幅真的非常非常的重 已經跌了從高點下來 不只從這邊 跌了大概72%的水準 那上半年EPS不錯 當然我跟你講上半年 這個沒有意義 重點是人家連續9個月 到9月份連續9個月 都是營收創歷史新高 那股價結果你可以跌到72%的水準 並且籌碼面 辛普只有它54.5% 它雖然是KY 可是它是辛普的轉投資 子公司的部分 因為它只有54.5% 並且它是做電池的模組廠的部分 其實你看一下新生力 4931的新生力 4931 做兩輪電動車的模組 你看4931的新生力 是長這個樣子 你待會兒你看一下67 676781的 6781的 題材是一樣的 你看 人家這個品牌比較厲害 我們EPS是病房就好了 人家還有 譬如說又有資料中心的一個備員 等等這一些 所以我覺得其實跌跌生的優質的 我覺得是可以特別的一個留意的 好 非常感謝趙麗老師 今天跟周恩隊盤面上面 有一些跌生族群所做的探討 老師發現到 其實美國股市當中 慢慢的呈現了這個 足底短多的訊號浮現之後 台股也有機會落後的跟上 從大咖的三星帶動半導體 有一些利空出鏡的 包含了板卡股 面板股 甚至Type-C的快充概念族群 跟電池相關類股 大家都可以多所掌握 如果說你對這一組群 有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趙麗老師的大頭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te 相關的內容跟訊息 除了在這節目當中可以看到之外 也可以跟老師互動一下 在Lite裡面討論 會有更多的收穫 可以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囉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